哈喽大家好,我是JD 那今天来给大家聊一下什么是无份转场以及无份转场应该怎么拍 那先给大家看一下无份转场和普通转场的一个区别 那比如像这样子就是一个无份转场 好的,那这样子就是一个无份转场了 而至于普通转场的话,其实就是硬切 那我们现在就把画面硬切回我们室内的画面吧 那转场指的就是转换场景 也就是从场景A切换到场景B 而我们在剪辑的时候 转场指的就是前后两条视频的衔接部分 当我们给这部分画面加上转场效果的时候 就会让两段画面的切换显得没有那么生硬 甚至根据你所加的转场效果的不同 还可以让转场画面变得十分酷炫 那如果不通过后期添加转场效果 而是想在前期拍摄的时候就拍出无份转场的话 就需要对前后两个视频片段的衔接处 做一些画面上的设计 如此一来,即使直接剪辑 不加其他的转场效果 也可以让转场显得自然和高级 那我先教大家第一种无份转场类型 它就是相机运动转场 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让相机产生运镜的运动效果 从而实现了转场 实现这个转场的关键点就在于 前后两个画面的相机运动方向要一致 但运动方向一致的时候 无论你是左摇、右摇、上摇还是下摇 甚至是旋转相机都可以 那像大家一开始所看到的那个无份转场 就是运用了相机运动转场 但同时还结合了相似主体转场 这也是我们即将要说到的第二种无份转场类型 在这个转场当中 我的上半身或者可以说我的头 就是前后两个画面当中的相似主体 这里的主体可以指人物 也可以是单纯的空镜 比如天空、墙面等等 并且在使用这个转场技巧的时候 不仅画面当中的主体要相似 景别和位置也要尽量相同 同时当我们在拍摄人物的时候 也可以尝试加入一些动作 以动作的连贯性来作为剪辑点 比如跳跃或者坐下之类的 这样出来的转场画面就看着更加舒服了 相似主体转场有非常多的延伸 比如我们可以在人物运动的时候 通过稳定器运镜不断压缩景别 直到画面只拍到人物的肩膀 然后再拉远到拍到整个环境 让观众看到整个场景已经发生了改变 也可以通过手机或者电脑等设备 播放相同的画面再进行切换 又或者场景一样 甚至是相机的运动轨迹一样 但是场景的光照情况发生了改变等等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镜头遮挡转场 比如用手把镜头盖住再拿开 又或者用手在镜头面前滑过去 又或者在拍摄主体运动的时候 相机跟随运动 同时相机和主体中间有遮挡物 这里要求前后两个画面都有遮挡物存在 如果只有前面的画面有遮挡物的话 就只能后期在剪辑软件当中 添加遮罩进行转场了 这个添加方法我们下期视频再讲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三大无缝转场类型 其实它们的本质都是相似画面转场 也就是前后两个视频片段 衔接处的画面非常相似 但是场景的确发生了改变 总之万变不离其中 通过以上三大转场类型的融合运用 你一定也可以拍出惊艳的无缝转场效果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拍摄有关的课程 欢迎查看我主页的课程专栏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by bwd6